交通事務局即日開始接受符合資格的申請人或公司 申請港珠澳大橋、港澳跨境私家車常規配額合共600個 其中個人和公司配額各300個 有效期一年 期間持有配額的私家車可以多次經大橋、往來港澳兩地 個人配額申請人需要在香港從事瘦身工作或開設公司 以及持有效澳門駕駛執照的澳門永久居民 申請公司配額必須是澳門註冊公司 同時需要持有香港紙公司超過50%的股份 駕駛員需要是持有澳門駕駛執照的澳門永久居民 交通事務局將會以電腦抽籤方式決定申請人的排序 名單將會在今月29日公布